I was blessed with the skills to make a bitch feel like shit 哈喽小伙伴们 我是酸中带稳 稳中带皮的颇富曼 又到年底了 你又老了一岁 每逢佳节 每相亲 准备好面对七大姑八大你了吗 来了老爹 年底最重要的 就是回顾 这样才能更好地告别2018 迎接2019呀 今年的娱乐大鹏 可以说是大丰熟 瓜多的吃不完 杨超越成为互联网财神 刘强东成了互联网摔神 张雨琪砍了前夫 张伯之生了三胎 IG夺冠 还没回来 赵丽颖结婚了 唐嫣结婚了 杨弥离婚了 微博又当机了 这都不是谁 看着 2018的影视圈就像在座货山车 年初攀顶 年末俗冲 一个猝不及防 winter就抗命了 winter is coming 但还是要吹爆一下曾经的辉煌 开年春节党 票房突破56亿 比去年增长了78.9% 全年票房突破600亿 其中6部电影票房过20亿 实际部电影过10亿 84部电影过亿 年度票房前三年分别是 第一 红海行动 第二 唐人间三案二 第三 我不是药神 被冲结党上映的 我们是药神 才是真正的口碑上房 双丰收的国产天之光 没有特效大场面 老老实实讲故事 正是这份脚踏实际的精神 最终女人坐收30亿票房 时隔16年后 都半达到9.0高分 上一部还是2002年的无间道 票房全靠自发的口碑宣传 可见观众真的成熟了 愿意为好作品买单 前有票房神话 后有年度巨亏 投资7.5亿 耗16年 让刘嘉玲和梁家辉打酱油 这部从开拍到上映之前 都透了一股 我老有钱了的浮夸电影阿修罗 上映三天就紧急撤档 票房不足5000万 三个头的阿修罗王 不仅骑手无比 发起风来还自己看自己 妈妈来来的一点都不圆润 盘他 刘若英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 虽然矫情 但完成度很高 换起一种匪票青年的气苦回忆 周冬宇和景博然也奉献了很棒的表演 然而电影首映当天却爆出票房造假丑闻 大规模退票事件 臭不要脸 退票出占约在38万张 占当日总票房2.8亿的4.6% 东方事发后 出品房 发行房 猫眼等机构认真清查了存在的漏洞 进而完善了退票机制 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 全都有了我们 电视剧《延洗攻略》 创造了150亿流量 约等于74亿地球人每人看两遍 还得再见两亿火星人 版权已经卖到海来超过70个国家 稳缩年度巨王之位 为用一巴掌山到世界各地 教会全球人民什么是规矩 什么是体统 我今天就得让你知道 什么叫规矩 什么叫体统 地球最后的夜晚 在元旦港打出一门跨年的宣传语 电影保持了必干一贯的失忆影像风格 还进来了汤维 王爵 张爱佳等知名演员 因为一副节奏缓慢门槛托高的文艺片 却在营销策略上出现严重偏差 抖音的大肆追传 大搞仪式感营销 想要将小众文艺片打入大众受众群 最终适得其反 许多期待与男友看一部简单浪漫爱情片的观众 却无法理解地球晦涩的情景 导致大批观众直呼上当 暴不幸的打出差评 口碑和票房现在上映当天一落千丈 艺术编该如何正确打开市场 成了电影人普遍需要思考的问题 财华横溢的青年导演胡波 在拍摄处女座大象席地而坐时 因与制片人产生严重分歧 不肯妥协选择自杀 这部一座经历多重磨难 最终上映 之后融合金马奖最佳影片 这个令人惋惜的事件 暴露出国内真正有才华创作者的生存现状 夹缝中求生存 他们需要更多的空间 资金和关注 让他们能够从容地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2018我们也见证了众星陨落 漫威之父斯坦里离世 超级英雄集体默爱 观众再也没有办法在漫威电影中 找到这个热衷打酱油的老爷子了 之后香港武侠太斗金庸 离世恶号传来 他在人间大闹一场 然后悄然离去 江湖依然留有他的传说 香港演员蓝杰英 在遭受各种不公平对待之后 也在今年郁郁而终 曾把香港电影巅峰时期的阴暗面 公之于众 也成了他一生难以摆脱的阴影 他是香港电影圈的牺牲品 灭霸杀死了复仇者 讨好玩家唤醒了高达 我们乐于相遇 我们习惯告别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希望资本浪潮退去 好作品才能显露出来 希望流量不再掌控一切 好演员的春天才会到来 我们在深冬蓄地 等待春暖花开 再见2018 你好2019